哎你个抽搐完卖的 马路那么快 非要往我车上撞 找死 对不起大哥 你刹车太突然了 看一下你吓到我女儿了 知不知道 赶紧给我道歉 大哥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求求你了 我这外面马上要超时了 你大人不起小人 过去放我走吧 放你走可以 今天没有五千块钱 你就别想走 支付宝道账五千元 这还差不多 您的外卖 汤都撒了怎么吃 我不要了哎 你要不看看 汤就撒了一点 哎不要不要 您肯定是好的 哎 不要再唱 再唱我就同思你 喂 站长 怎么又被投诉了 不是 我今天送的那电梯坏了 我爬了二十多楼 我 闭嘴 这个月奖金全扣 没有 真的 你听我解释 解释个屁 废物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给老子滚 啊 我怎么这么对话 这是真的荣幸 超级耗费系统一榜定 您今天有订单需送达 您好您 您 您 好 行 东西放下 人滚蛋就行 你怎么在这儿 涛涛送到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 为什么 为什么要背叛我 为什么 你看看你穿的这身衣服 你就是个跑腿的 怎么给我想要的生活 可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工作了 我当上我们公司本届的最佳员工 你看 这是我给你买的钻戒 谁稀罕 看看这个 你半辈子都买不起 他一个眼神都不眨一下呢 冯冯 这你男朋友啊 就是个臭跑腿的呀 抛腿怎么了 抛腿也是一份镇静职业 你凭什么侮辱 凭我是前江集团的总经理 七个月的工资 我就抵你一年的 东西赶紧给我 来 别赶紧滚单啊 否则我叫保安了 你 你疯了 你这个只会无能狂动的废物 你碰一下王总 你下半辈子都完了 行啊 敢打我是吗 下半辈子 你就去金玉里过 晚安 晚安 放开我 我自己走 系统一听 金玉任务已完成 获得抽奖机会 恭喜我的四季酒店展圈 这酒店是我的了 你个臭跑腿 凭想老子一天心 七号 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啊 你还不赶紧滚 赶紧滚 凭什么要滚 你们酒店规定了不允许跑腿经吗 你也知道你是个跑腿的 废话这么多 一个跑腿的还随身携带证书 他别人不知道你的 你叫全号 他是独师长 难道独师长是不想顾问自己的身材 赵经理 咱们给他拉里面打一顿 一个臭跑腿的还敢打我呢 多住手 敢在四季酒店闹事 你到我这是什么地步 赵经理 可是他先弄得什么 闭嘴 你一个咸江公司的老板 人高马大的他敢打你 赵经理 咱们俩怎么也算旧相识 你怎么 你闭嘴 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 闹事 是要打断一条腿的 孙总 哦 这位先生 您希望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只要让他跪下来跟我道歉 那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 你有病吗 啊 让我给你跪下来道歉 不不就是为了你女人吗 自己没能耐 还怪我 你给我辈子 王总你若是不道歉 这条腿 怕是保不住了 几号 还不赶紧原谅王总 然后离开酒店 凭什么我被虑了 还要求原谅 我告诉你 没门 给我打 心情丢在这儿 我跟你没玩 秦总 或许您觉得管理酒店很无聊 所以才去当跑腿的体验生活了 跑腿怎么了 跑腿有一天 你也会像我一样 跑出一座酒店来 系统提醒 您今日有订单需送达 我还有工作 先走了 这就是今天 系统提醒 今日任务已送达 获得抽奖机会 恭喜宿主 获得一辆跑车 我靠 我竟然抽中了一辆跑车 王总 让那小子生活不能自理 这是两万定金 我们是看在王总的面子上 这活我们才接的 就那个小子 还不值得我们出手 行 麻烦了啊 那不是秦浩吗 真是踏破铁销无觅处 地狱无门你自来呀 哥们 就是前面那个人 你们现在把他办了 我再追加两万 站住 就是秦浩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开着行动车的 我可得这么心 没事没事 你们怎么知道我名字 听说青云市 有人买了辆麦凯伦 我们对你仰慕已久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就让开吧 我要走了 您请您请 真是奇怪的两个人 王室哥这王八崽子想搞我们 辛苦了 哥们 今天晚上 怎么了 这咋了 哥们 跟你有什么仇 什么呀 要这样整我们 我哪整你啊 我来给你们送钱的呀 你这是送钱 这分明是要我的命 那小子开着两千多万的麦凯伦 这是送钱吗 这不是要我命吗 这是姜总的车吧 这样 不对呀 好像是秦浩下来 走走 哎 七号 这车是你的呀 呃 这个 不会是你租的吧 呃 没错 就是我租的 租的呀 系统提醒 您今天有订单需送达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谢谢 江总 谈合作可以 但有个条件 你赔我一晚 第二天签合同可以 你 赵俊明 你帮我当什么了 你这是在侮辱我 哎呀 既然双方都没有合作意向的话 那我就先告辞了 我不跟你投资 你们这个月撑得下去吗 你不给我投资 自然会有人给我投资 哎 江总 哎 你一个女人 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是很难的 现在你有个机会 就在面前 为什么不抓住呢 赵总 你太小看我了吧 就算你不给我的公司投资 我的公司也不会倒闭的 我们走着瞧吧 你 我 啊 走 你走得了吗 哎 让我好好疼疼你啊 放开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去 我竟然又接到这种单 你好 您的订单 气氛提醒 今日任务已完成 开始抽奖 五细宿主 获得五力值 五力值 我怎么感觉自己变强了 救救我 救救我 我被人下药了 救救我 你这个臭跑腿的 少管闲事 滚 赶紧给我滚 我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我 是麻烦 你这么好 求你了 如果这闲事 我管定了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赶紧放了我女朋友 我 我不是他女朋友 你一个老东西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做这种事 你胆子可真大 他妈的活腻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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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点东西 还想着收拾我 你小子给我记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玩意儿 让他们把他给我轰出去 来 抽根烟 快动手吧 动手 老子就动手了 妈 做长眼的东西 这位也是你敢得罪的人 秦总 这是您女朋友啊 不是 我也第一次请 啊 让他说服 我又有订单了 交给你了 秦总不是跑腿上映啊 你是个臭跑腿的 你别居然害老子大事 老子不让你下跪 老子不姓赵 上 等一下 以毒气少不是什么光荣是吧 怎么了 松了 我肯定打不过 这盒子 我肯定 Shar 我肯定打不过 你神经的 我肯定打不过 没意思 咻 这就走了 刚刚是谁说自己不信赵的 强行改姓 多少有点不孝了 她是谁 还没跟她说声谢谢呢 公司怎么办 你知道吗 咱们公司出问题了 怎么了 可能要倒闭 公司要倒闭 是货物的 我的心股不会消失吧 大家放心 公司不会倒闭的 是她 江总好 江总 难道她是我的老板 去工作吧 别站着了 又见面了 昨天的事谢谢你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客气 我这没想到 你竟然会是我老板 你叫秦浩 我是江子兰 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听说你在公司 一直都是优秀员工是吧 所以应该一直都在外面送外卖 应该也没见过吧 不过你放心 既然你帮了我 我也不会亏待你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啊 你说吧 咱们公司 真的会倒闭吗 你不是 怕丢了工作不成 我是怕我的心股不消失 算是吧 放心吧 就算你丢了工作 我也可以给你安排 一份不错的工作 公司倒闭了 也不会亏待你 你对我有恩 我不会忘记 不是工作的问题 好了 我请你吃饭 走吧 你好 我在这盯了个包间 外卖走后门 走正门的话 会把我们大厅里弄脏的 住口 怎么跟客人讲话呢 也不是你说 农民公司跑腿 住口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不好意思 新来的不懂事 您里面请 你想吃什么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你先点菜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也是一个 当领导的人 吃饭必须做哑家 大街上吃像什么花 对对对 你现在有出息了 以后妈就跟着你享福了 哎呀 错语 你这辈子都没有来过 这么豪华的餐厅吃饭吧 哎呀 哪来的送外卖的 走错了 出去 出去 这不是秦浩吗 在工作呢 哎呀 秦浩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送外卖呀 这工作很辛苦吧 要不咱们换个工作吧 还能换什么工作 难不成还要去我儿子 坐办公室 吹空调啊 哦 原来是堂弟呀 常年在外打拼 对你的意象 看了一点点 哎呀妈 虽然我靠自己的努力 做上了精力 每天坐在办公室 吹吹空调啊 但我的压力 其实也挺大 我呀 还挺想跟堂弟 欢欢生活的 每天骑着电动车 总结穿巷 这可比我坐办公室 舒服多了 秦浩 你要是忙 就先出去吧 来都来了 一起吃个饭吧 你那个工作 就别做 改天 给你安排个好点的 不用了 我今天也是 陪朋友过来吃饭的 看到你们在这儿 过来打个招呼 别逗 这个地方 没钱 你进都进不来 谁会请你来这儿吃饭啊 我知道你没钱 但你也别这么装吧 来 冲之音 哟 真是不好意思啊 快钱进来吧 好几块钱一根呢 狗迷妈的一颗 抽音不好 我劝你也别抽 秦浩 你妈就是这样教你的 真是没有教育 不准说我妈 你 你吼什么吼啊 啊 我是你长辈 你就这样跟你长辈说话的 真是有妈生 没妈养的东西 秦浩 算了 都是一家人 谁跟他一家人 哼 我可丢不起这个脸 行了 都一家人 别伤了和气 秦浩 过来倒杯酒 给我妈陪个主事 这事就完了 别 是 我有什么错 姑妈 我突然想起来 刚买了房子 小语的学费 恐怕是忘不上忙碌 秦明 没事 八中虽好 但是这个学费 也不是我们能承担得起的 姑妈 小语图书差钱是不是 你放心 当初你砸锅卖铁 也要给我妈吃饼 我不会忘记她 你管 哼 这五万块钱学费 你管得起吗 我记得啊 你的债才刚刚还清吧 姑妈 上学的事 好商量 让她呀 过来给我敬个酒 给我道个歉 这事就完了 我家为什么有债 你们不清楚吗 当年我妈去世 我爸生病 你们还要侵吞我爷爷 留给我的财产 尽求什么 对 这样咱们知错能改 七号 赶紧走 我他妈看谁敢走 你这废物 敢跟我儿子动手 小语 这小孩子不懂事 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什么一家人啊 二十几岁了 还小孩子呢 这么大的人了 哼 三个跑腿的活 我看哪 就是一个废物 你再帮着他 一家小语的学费 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没人话的人 你腿子一个 答应我都怕脏了我的手 我现在在给你的机会 给我跪下道歉 我还能原谅你 否则的话 不则怎样 七号 七号 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 保安 快过来 把他给我拖出去 你经理 赶紧让他们把他给我轰出去 来 抽根烟 快动手吧 动手 老子就动手了 哎 妈 做长眼的东西 这位也是你敢得罪的人 保安 把他轰出去 哎 哎呀 走开 这怎么回事 不就是放了个富婆吗 神气什么 吃个软饭而已 看把你嘚瑟了 一点尊严都没有 废物 废物 哼 七号 这是 姑妈 这是我们老板 原来是你老板啊 哎呀 那个 我还以为是 你好 我叫江子兰 秦昊不仅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 还帮了我一个大忙 所以我请他过来吃饭 哦 那个秦昊 那我有事就先走了啊 哎 姑妈 小语的事 你不用担心 你放心 交给我 我一定帮你解决 哎 哎 好嘞 哎 秦昊我送你吧 不用 我有车 那行吧 那下次见 怎么了 车好像出故障了 要不 你坐我车吧 我送你 那行吧 这是你的车 对啊 今天谢谢你 应该的 那我就先走了 刚才有个男人开豪车 把小姐送了 什么 一个男人送她回来 她的婚事我已经定好了 来和其他的男人接触 去 查一下 是谁家公司 这么不成严 是 小语 这是送你的礼物 苹果最新款 秦昊 小语正是学习的时候呢 不能用手机 公司出奖送的 哇 真的 对啊 真的是公司送的 嗯 林翠瑞 赶紧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我叫 你赶紧把小语带上楼去 孔孟 怎么了 什么事 再不开门 我就把门踹开 我去 开门 快开门 你 大哥 你没事吧 什么破门 哥 你没事吧 我还能有什么事 你们 是干什么 子鱼 赶紧把钱交出来 什么钱 谁啊 你要替他还吗 我姑妈欠你们多少钱 救你 你有钱先买身衣服吧 臭跑腿的 装什么呢 你说个数 拿得出来吗 陈大哥 不是一千吗 怎么变五千啊 一千那是上个人啊 这个人 就是五千 高利贷 谁说是高利贷 我们是那种违法乱记的人吗 这钱 是我们收的管理费 何尘 是说保护费 现在 我告诉你 别多管闲事 你不出去打听一下我成员吧 你你你你 看什么 你 细口停洗零 检测的宿处正在接触危险 将启动机机毛进行模式 什么 哎呦 检测 走 赶紧进去 不用 我没事 鱼扇门 是拦不住这种魄子 你只有比他还好 他才会怕 姑妈 你先进去把小语看好 停 停 青翠云的猛费 我不要了 别打了 行不行 不行 之前保护费 收的有多少 算多少 全部给我拿出来 还你钱没门 对吧 大哥 对你个大头鬼 快把你身上钱都交出来 还给他们 拿来吧你 我不要他呢 我不要他呢 我要你的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过来 不要谁是人家混成会 还是回去多配给你拉拔 拿着过来 给给给 滚吧 记住 下次别让我再 一定把你腿腿打倒了 好 我滚 我滚 姑妈 你放心 他们以后不敢再骚扰你们了 你好好做你的生意啊 那 这是他们之前收你的保护费 青浩 你什么时候学会散打的呀 以后啊 要是有别人欺负你们 一定要跟我讲 听到没 哥哥真厉害 我先去忙了 你好 您的文件请签收一下 系统提醒 今日任务 你送达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开始抽奖 抽奖周 恭喜宿主获得黑金卡 哎 你手上居然是黑金卡 这你都知道 据说这张卡里面 至少有一百多亿呢 这么多 你要不稍等一下 我让我进你过来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 我有事我先走了 哇塞 我就是说一个抛腿的 怎么开这么好的车 现在有钱 真会玩 小语 上车 哥送你上学 炮哥 你怎么开得起 这么豪华的车 哥租的 哇呀 你别进学校 让同学看到的不好 臭小子 你好好上学就行 别给我惹出来 好家伙 我正想着怎么报仇呢 儿子 你在这等着啊 爸去教训一下一个人 谁 把你爸腿弄成这样的 挺好 你给我等好啊 让芳芳来看看 你出窮的样子 王胜国 秦浩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马上跪下 给我道歉 大声的喊出来 让所有人都听得到 我就原谅你 你谁啊 那就等着吧 芳芳待会也过了 没想到 芳芳就在这学校附近 他现在对我可是寸步不离呢 爸 芳芳是谁 小孩你不认识 别乱 大哥 这是我大哥 手底下人马 超百号 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大哥 这交给您了啊 务必让他断条腿 让他要一辈子 挺好 你现在还有机会 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我大哥答应我 只要你道歉 断你一条胳膊 断你一条腿 否则断你四肢 真的 吓了你的狗眼 应该对秦深深不敬 大哥 你什么觉得请不够 我可以在家呀 你还想害我呀 秦先生 是你得罪得起的 给我打 秦先生 他让我来的 我不知道是你啊 秦先生 我去求你帮我吧 你们干什么 翁总 你刚刚怎么了 是不是秦号这个家伙 带人找你麻烦呀 你这个贱人 连秦早都不珍惜 道歉 道歉 他就是个跑腿的呀 给我闭嘴 别个可是大佬 你赶紧给我道歉 吓了你一口也你 这绝对不是真的 上次我跟你说过吧 如果再者 我就打断你们的腿 看来是真的不少记性 秦大哥 我错了 饶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向你保证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看都不想看到你 浪费我 秦号现在居然一眼都不看我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可能是来试探你 秦号你等等我 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我知道你还爱我 我也还爱你 我跟王国盛只是玩玩而已 玩玩 让开 别挡我路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是你欠我的 我不欠你是 我跟你同学这么久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没碰过你 那我今晚就给你好不好 你想怎么样都行 你让我觉得恶心 你好 你的文件请签收一下 谢谢 你帮我把这个给姜总 系统提醒 今日二十份任务已完成 获得一份抽奖机会 同系附组获得天青医术专程 对 江总 你怎么在这 我 那个刚好过来问你事 你呢 过来送文件呢 没送 大小姐 先别走 是你啊 你认识我 上次不是你送大小姐回来的吗 原来是我们大小姐的员工啊 你要分清自己的身份 一个跑腿的 也敢追我们大小姐 啊 好说 别乱说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喂 你看着我干嘛 你胜虚 啊 你说什么 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看你眼带发黑 面色发青 额头上还冒着细密的汗珠 虽然虚汗 但你这可都是肾虚的表现 啊 你还会医术 我可告诉你啊 我身好着呢 不要乱手啊 唉 我劝你啊 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鼻咽部有变异 这有可能是鼻咽癌 这 你怎么知道 你看兰博基尼 还会医术 结果还在外面跑完卖 你该不会 是什么隐藏的富二代吧 江总 我真就是个普通人 是江总 您才是隐藏的富二代吧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爷爷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 但我几年前就自己出来单干了 开了苏打公司 要不是最近公司出了点问题 我也不会求助江氏集团 江总 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吗 是啊 不过你放心 我爷爷答应会帮助我的 不会让你们失业的 可是江总 我看你忧心宠宠的 是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啊 你以后还是叫我子兰吧 我已经答应我爷爷了 我跟他指定的人结婚 啊 你家都这么有钱了 还让你嫁给有钱人 你就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吗 可可不好了 我妈住院了 你先别急 小语什么事 你慢慢说 可可不好了 我妈住院了 你等着 我马上就过来 怎么了 你放心 你如果不想结婚的话 我可以帮你 我家里出了点状况 我得现在立马赶去医院 哎 要不要我 姑妈 你怎么不跟我说 秦浩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小病 你工作这么忙 怎么还跑一趟 秦浩 这是 姑妈 不瞒你说 我在外面学了点 针灸 姑妈 你信我吗 花哥 我妈不会有事吧 放心 有浩哥在 不会让你们有事的 来 感觉怎么样 真的好了很多呀 浩哥你也太神了吧 姑妈 你身体恢复还需要时间 你最近太过度疲劳了 在家还是得好好休息啊 小语 送送浩哥 小语 照顾好妈妈 爷爷 你一定要坚持住 爷爷 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好 谁的外卖 东西放得赶紧走吧 你怎么还不走 我可以救他的 你一个臭跑腿的你懂什么 赶紧滚 不要在这里挨手挨脚 爷爷你一定会没事的 爷爷 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们现在身体虚弱 任何情绪妄动 都能造成压子落伍的最后一名道 你们现在这样让他不动 就是在让他等死 哪来的混账东西 你懂什么 给我滚出去 这里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吗 谭中穴的那根银针 如果现在不拔下来的话 病人等会会危在待起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竟然阻证我爷爷 我可以走 不用你们赶我 但是你们现在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来救他 滚 我 这 怎么回事 我爷爷到底是怎么了 陈教授 你告诉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怎么让我拥有 你这是干嘛 爷爷 把他扶起来 爷爷 你看我干嘛 赶紧救人啊 好 来 手动一动 感觉怎么样 闪了 吴老生命体身稳定了 是吗 太好了 吴小姐 吴老现在病情是稳定 但是跟治我也没有办法 或许 他能治 他 你确定吗 他 你确定吗 刚刚你也看到了 他刚救了你爷爷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他 秦浩 你没看今天同城热搜吗 什么热搜 你上个热搜你不知道吗 啊 这是我 大回事啊 得罪了谁 是我抹黑你啊 你没相信我 你啥人我们还不清楚吗 你顶多就租辆车炒作 你根本不是那种人 秦浩 跟我来他办公室吧 哎 江总不会要开除你吧 放心吧 江总不是那种 是非不分的人 放心吧 江总不是那种 是非不分的人 江总 问题 严重吗 是很严重 不单单是你这件事 万一这个处理不好 我们公司可能就完了 哦对了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我一个跑腿的 能得罪什么人啊 那就奇怪了 这次这些媒体 似乎要集体搞我们 这江市集团 和这些媒体的关系 这倒是我 他们不可能这么干啊 气死我了 我光是公司包装 给你租的好车而已 我说你怎么可能 是个隐藏的富二代 骗子 大骗子 装什么装 你居然恶心我 你 给我等着起 就跑了一趟媒体中心 还是全无收获 真不知道 到底是谁要黑你 我倒是无所谓了 网络上这些东西 真真假假 你不关注它 它就伤害不了你 倒是这一次 对公司有影响吗 除了你这事 别人都以为公司是炒作的 媒体的力量太可怕了 影响肯定还是有的 度过这次难关 公司需要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嘛 我可以帮公司 度过这次难关 江子兰 好久不见了 颖蓉蓉 你怎么在这儿 江子兰 没想到你现在的眼光 一言难尽啊 楚家公子你看不上 现在倒是跟这个 跑腿的好伤啊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 难道说 江子兰满足不了你 颖蓉蓉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不是那种关系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对她做什么 你都不会介意咯 你都不会介意咯 离我远点 你再说一遍 我说 你身上的香水 未熏到我 离我远点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尹蓉蓉 美川市第一美女 是挺美 不过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懂道了 没过几年 你再说一遍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化妆品虽然掩盖住了 你的妻子 但是说话中气不足 想必平时 没少头晕心慌吧 你怎么知道的 为了维持身材 吃了不少减肥药吧 我记住你了 咱们走着瞧 什么 你也想让我帮你调理一下 你真的会医术 略知一二吧 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 你需要调理一下 你内分泌失调了 你得罪了尹蓉蓉 他可不好惹 他只要一句话 那些男人全都倒贴上去 帮他出头的可不少 你最近得小心点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不过 你跟他有过节吗 过节倒谈不上 就是之前我跟他一起 屏蔽什么 北川市第一美女的头衔 什么 他把我当成他的假想敌霸了 我觉得你比他漂亮多了 雪晨风 你要干什么 小姐 江老担心你的安全 让我接你回去 笑话 你哪里看我有危险了 大小姐 这小子居心叵测 还是离他远一点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都调查清楚了 你父亲意外离世 母亲得了心脏病 前几年已经过世了 你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渣 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得上我们家小姐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是个德行 雪晨风 你嘴巴放干净眼 小子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立马给我滚 不要出现在我们家小姐面前 否则 否则如何 否则我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雪晨风 我不许你伤害他 否则如何 否则我会让你后悔 活在这个世上 雪晨风 不许你伤害他 小姐 江老的命令不得不从 你敢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这里是五十万 拿去吧 雪晨风 别太误辱人了 小姐 你若是不跟我回去 等他划清界限 到时候速达公司 江家也保护住 江老让我带话给你 没事吧 拿开你的脏手 竟敢碰小姐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一千万 马上游滚 金龙卡 金龙卡 你不过是一个跑腿的 你怎么可能有金龙卡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假的 假的 就跟你那辆豪车是一样的 哈哈 我可真是有点佩服你了 啊 来人 帮他给我拿下 住手 江家本事谁敢 吴小姐 吴小姐 来人 给我拿下 住手 江家本事谁敢 吴小姐 吴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干什么 需要和你报备一下吗 不不不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为我昨天的鲁莽道歉 请您原谅 喂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冲撞了您 交给我来处理吧 他是江家的人 还是交给江总来处理吧 求求您 救救我爷爷吧 哎哎 不用这么客气 我答应你就是了 真的 真的可以救我爷爷吗 秦浩的医术 难道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百分之九十还是可以的 啊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家产业中 有一家顶级医院 如果你可以救我爷爷 我可以让你去做副院长 直接给你 秦浩医院的三成股份 如果你可以救我爷爷 我可以让你去做副院长 直接给你 秦浩医院的三成股份 不用了 完事喜欢我的跑腿 什么 秦先生 你可知道 三成股份 是几个亿 不用了 莫菲 你是嫌少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我只是单纯地热爱我跑腿这份职业 因为 它能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该不会 是为了我 那行 那我明天 直接上门拜访 您住哪 不用 明天我去找你 好 再次谢谢你 救人嘛 应该的 你刚刚喝酒了 哦 没 没有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你真的会移术 略知一二吧 我觉得 我还是换一辆车开吧 我那辆兰博基尼 还是太扎眼了 我想换一辆低调一点的 你不会真的是什么隐藏的富二代吧 你猜 猜不痛啊 好哥好哥 跟你商量个事呗 要我帮什么 你是说 一个大男人对我放电干嘛 恶不恶心 反正你那车也是租的 谢我开两天呗 我想带我女朋友兜风 你那车那么拉风 他肯定喜欢 不过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谢谢您 又来一个看看呢 张姐 请您都来几个看看的了 三个了 上一个呀 西装革履的 我以为他会下单 谁知道赔了半天 费劲唇舌 后来跟我说 要三年以后再买 不会气死 这个 估计是来建厕所的吧 孙隽 你去告诉他 厕所在哪儿吧 喂 我们这的厕所 都是员工用的 说不对外开放 出门又拐 大概一公里吧 有公共厕所 哎呦 孙隽不行 李琳去吧 告诉他 没钱看车 只会更难受 他又不懂 弄花了又赔不起 还连来咱们 没错 这些闲人 早早早好 来这都是客 我看他的样子 像是要买车的 哟 呦 浅月月 才刚来一个月 就敢在我们面前吹牛了 你看他那样子 那衣着 一看就是到处来慌的 姐姐我在这儿 看两年了 是不是买车的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那男的 一看就是父亲干活的 下了宫 来看看车 消遣消遣时间 哼 浅月月 他今天要是买车 我把手机吃了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不好意思先生 姐姐们也不是故意的 我来招待你吧 你想看什么车 这辆车多少钱 这辆车8888 包上盘 包车显一年 才八万多 便宜了一点 档次太低了 还有没有贵一点呢 那您看一下这一辆 137777 同样是包上盘 包车显一年的 这丫头真绝 还是把那人赶出去吧 我不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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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经理在哪里啊 不是吧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干嘛认识他走到豪车去啊 那人一定动手动脚的 是不是刮花了车子 这个锅我可不备啊 碰花了哪台车子 天哪 你不长眼的吗 那人一看就是买不起的 下得轮 你倒是快说呀 到底弄花了哪辆车 严重吗 还要买那辆保时捷 我去叫经理 胡经理 你不要听那鸭子胡说 他就是个民工 突发起想吹个牛而已 就是 就那身打扮 让我能买的喜保时捷 那我真是眼瞎 凭我的经验 可以叫保安了 月月 你被戏弄了 怎么回事 经理 我看他是真要买 毕竟是一台四百多万的车 你还是跟我去看看吧 经理 他是真的买那台车 我自愿把这个月奖金上交 对 我同丽丽一样 他就是戏弄前月月而已 经理 来者皆是客 你还是跟我去看看吧 走 咱们也去看看 前月月怎么出丑的 您就是情号 您就是情号 听说您想买这台车 我本来是想买 你们车行里最贵的这辆车 但是 它看起来太高调了 这辆车 刚刚好 听到没有 四百多万的车 还说便宜 这牛皮吹起来 就飘了 他呀 是精神病犯了吧 经理 要不要我交保安 小子 你吹牛吹出麻烦来了 我们车程 可不是你能随便洗脑的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持外 作为你诚恳回报的奖励 您的服务很业心 我很满意 谢谢秦先生 秦先生 您的卡有点特别啊 这是黑金卡 您没有见过也正常 这样 你拿去上面刷一下就知道了 你拿到二楼财务室 让财务刷一下 去吧 谢谢秦先生 您稍等 经理 要不要去帮你把保安叫过来 他这把心弄你 你还能放过他不成 就是秦月那丫头太嫩了 他如此积极的跑上跑下 还真以为能拿到十万块不成 秦月来了一个月了 一辆车都没有卖出去 估计是立功兴契 所以没有带野开人 经理 他拿张卡要是真的能刷出钱来 我这个月的奖金和工资都被签约 秦先生 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秦先生 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名医生 经理 你有病 经理 不用等了 我去叫保安 等等 秦先生 我有什么病啊 经历晚上咳嗽得很厉害 白天起床 已经有一周了 一直喝尺壳糖浆 一个小时前 才喝过一次 就是现在 你难道没觉得 你的胸口闷痛难受吗 说得像真的一样 就是 婚言乱语 哪有医生把病人该说的话说了的 经理 你怎么了 是不是被欺病了 神了 居然像亲眼看到我喝药一样 哎呀 是真的 废师宣教 废气上腻 脸色腐白 以寒可为主 吃的却是沙僧麦冬为主提炼的糖浆 以沙僧麦冬 药性肝寒 完全乱来 信得过我的话 去药店 买些菊红煮水喝 一天早中晚喝一会儿 当天醒了 两天就好了 我这病啊 是听我妈说的 买的还真是杀身卖工厂一样 秦先生 太神了 我信了 秦 有个小医生而已 我家一个亲戚住 认了 一个月也缺一万左右的工资 买这车 你身上的病情 你就让我们向他道歉 你怎么不追究他 挑战我们汽车城的责任了 秦灵 我们不服 如果一会儿他真的能结账 我给他跪下认错都行 但是现在 我只相信自己的眼光 他就是个穷逼 你们呀 秦先生 实在对不起 员工的教育啊 我们做得不太好 以后啊 一定会加强的 胡鹏 他回来了 秦灵也知道被忽悠了 搞得他跑来跑去 一定是卡是假的 秦灵才这样 经理还用问吗 经理 现在还需要我们道歉吗 他就是戏怒我们 怎么样啊 还顺利吗 经理 接战了 好 怎么样啊 还顺利吗 经理 接战了 好 好 胡经理 我真的卖出一台豪车吗 月月呀 你终于卖出一台豪车 提成的二十几万 会同这个月的工资 一起打到你的账户里 哎 经理 请先生奖励给我那十万块钱 也一同打进公司照顾了 放心吧 那十万啊 也是你的 嘿 谢谢经理 这是你应得的 谢谢经理 你们三个啊 这个月的工资和绩效全都够了 要是不同意 直接卷步开走人 这就是你说的那辆 华步低调点的车 对啊 那行 那我明天直接上门拜访 您住哪儿 不用 明天我去找你 好 再次谢谢你 救人吧 应该的 秦先生 您来了 叫我秦浩就好了 进去吧 我爷爷还等着呢 陈教授 您这是 吴小姐 这就一片子 我查过他了 一个每天都只会跑腿的人 怎么会行医 还给您爷爷治病 可笑 没错 上次救了吴老爷子 就纯粹采了狗屎运 现在骗人骗到吴家了 简直就是狗蛋包天 我没骗人 嗯 那行 你告诉我 韩尼西林主要治疗什么病 他的成分是什么 啊 怎么回事 呦 吴老爷子 我听陈教授说了 您都这样了 他还让您多走动 可是我走动以后 不是好了很多吗 吴老爷子 恕我直言 您到现在 没出什么问题 只能说您福大命大 笑话 这是一个当医生 应该说的话吗 你 哦 爷爷 你个臭骗子 滚骗子 这是一个当医生 应该说的话吗 你 哦 爷爷 你个臭骗子 滚骗子 求求你了 救救我爷爷吧 吴小姐 请您放心 陈剑的医术在我之上 他一定会救你爷爷的 只要你可以救我爷爷 你要我做什么 都可以答应你 吴小姐 你要不先听听我的条件 你说 我要你嫁给我 我才救你爷爷 什么 你好好想想吧 你是愿意听一个骗子的话 还是相信我这个医生 好 你先救我爷爷 其他的 等我爷爷醒了 都好说 你先 我答应你 我爷爷怎么样了 情况有没有好转 我老爷子现在应该是 安然无恶 你管这叫安然无恙 我爷爷到底怎么了 你今天不告诉我 我要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是他 一定是他 让我老爷子来回走 动身体在恶化的 您相信我 我一属您是知道的 是不是 笑话 甩锅倒还甩得挺快的 治不好人 就赶紧给我滚开 相信我 我一属您是知道的 是不是 笑话 甩锅倒还甩得挺快的 治不好人 就赶紧给我滚开 吴小姐 你相信我吗 我信你 只要你可以治好我爷爷 你让我嫁给你都可以 我说过 我不吐你什么 我只是单纯的救你 哎 竟敢对吴老爷子使用针灸 吴老爷子现在身体十分虚弱 任何外部寄议他都会 爷爷 你醒了 莫非不是鬼公粉赵 怎么可能 这刚刚刚那个样子 已经是有金灯窟了呀 这都能救我 怎么可能 刚刚的事情 我们无家 会找你们陈家算清楚的 不是 无小姐 陈家 回去跟陈家主说 我会好好考虑 最近和陈家的生意 宋科 偷鸡布城 十八米 秦浩 你给我等着 宋科 偷鸡布城 十八米 秦浩 你给我等着 吴小姐 吴老爷子已无大碍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秦浩等等 我刚刚说的话 依然有效 如果你想娶我的话 我愿意 吴小姐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 我不漂亮吗 漂亮 我漂亮又有钱 你不喜欢我 你可知道 那些着我的男的 都排斥地等着我呢 我另一眼不看他们 吴小姐 谢谢你的厚爱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能找到 更适合你的如意郎君 难道 你有喜欢的人了 哦 是不是那个江大小姐啊 哦 吴小姐 你误会了 那是我上司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我就有机会对吧 吴小姐 你喜欢我什么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别的女人对我都嗤之以鼻 你到底看上我哪一点 难道 今天是因为我救了你爷爷 不 刚刚那种情况 你都没有生气 还帮我救我爷爷 你跟他们不一样 谢谢你 只要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我一定帮你 小语 啊 浩哥 今天又有大单吗 买这么多好东西 这是给你妈买的 姑妈 最近 伤势恢复得如何 还别说 自从啊 你上次给我扎了几针 按照你开的药服了几天 整个人精神了不少呢 那就好 秦浩 你既然会医术 怎么不直接找个中医馆坐针 这跑腿多累啊 我觉得 跑腿挺好的 能给我带来不少惊喜呢 来 你也老大不小了 也要考虑成家了 这姑娘不错 我都帮你约好了 你去见见啊 啊 你就是秦浩 哦 你好 我是秦浩 您就是朱林小姐吧 我先跟你说了吧 要不是我小姨 跟翠云阿姨交情好 我是不会来接你的 听说你现在在干跑腿的工作 嗯 没错 那你现在买房买车了吗 嗯 车倒是有 房的话 应该也算有吧 你一个干跑腿的 能买得起房 不是我买的 我就说嘛 你一个干跑腿的 能买得起房 看你长得还不错 怎么当小白领这种事情 这么自豪啊 啊 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 秦浩 方方 你怎么在这儿 和我分手没几天 这么快就找上新花了 可以 不过 这位小姐 你知道吗 她的兰博基尼啊 可是租的 有钱也都是骗人的 而且专门挑你这种 无知少女下手 你说你有车有房是假的 都是租的 刘芳芳 我们已经分手了吧 分手应该体面 你不知道吗 怎么 你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虑我这件事吗 你 你谁啊 分手应该体面 你不知道吗 怎么 你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虑我这件事吗 你 你谁啊 你怎么来了 我是谁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那我告诉你 我是秦浩的女朋友 什么 女朋友 怎么可能啊 我看你长得也不错 怎么可能看上秦浩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 是怎样的男人 他这一辈子 也不可能有什么出人头地 也就当一辈子的跑腿侠 无非啊 也就是租个豪车 充一出门面而已 看来你也是个指挥 看外表 来判断一个人罢了 我告诉你 秦浩比你想象中 要好一千倍一万倍 是你 错过了他 你都有女朋友了 快出来跟我相亲 你摸摸是有病啊 是我导致的他 怎么可能 我们走 刚刚不好意思啊 我看他们那么说你 你为什么还要容忍啊 所以 你刚刚是想帮我解围 我只是不想看你被人欺负而已 我知道 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爷爷 都给我带回去 是 江老爷子 您这是干什么 小伙子 听说 你在追求我的孙女 爷爷 这都是误会 误会 我都看到你们手牵着手 在大街上走 还说误会 你答应过我什么 待会楚家就要来了 这门亲事就定了 爷爷 等我的公司渡过难关 我会跟楚凡订婚的 而不是现在 订婚 想要救你的公司 你就得靠我 江老爷子 自然都说他不愿意了 你为什么要逼他 这是他自己的幸福 就不能让他自己做选择吗 你一个跑腿的 知道些什么东西啊 我的家事 有你插嘴的份吗 说吧 开个条件 只要你离开子兰 我们江江 不会为难你的 江老爷子 你也开个条件吧 怎样才能放过子兰 小伙子 不要出口太狂妄 你要追求子兰 你有资本吗 那您看这个 够不够 黑金卡 如果黑金卡不够的话 您看这些 又够不够呢 你这是干嘛 如果 再加上四季酒店呢 我还有没有资格 追求你的孙女 你是四季酒店的董事长 这怎么可能 江老爷子 若是不幸的话 可以给赵鹏 赵经理 打个电话问问 你竟然这么有钱 为什么出去抛腿啊 这不科学 你是想骗我吗 人格有志 工作也不分高低贵戒 我就单纯觉得 抛腿这份职业 让我很有成就感 不可以吗 子兰 我说过 你不想接到会儿 没人逼得了 你放心 公司这次的难关 我一定会帮你度过 我们走 扯平了 我刚帮了你 你也帮回了我 你的意思是 是为了帮我才 我是想帮你 但是我也不想看你 嫁给那个什么 楚家的人 为什么 就因为我不喜欢他 这只是其中 一部分的原因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就是 就是我喜欢你 这只是其中 一部分的原因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就是 就是我喜欢你 我也是 放开他 楚凡 胆挺肥啊 小子 我的女人你也敢碰 楚凡 你别乱说话 谁是你女人 江老爷子已经答应 把你许配给我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 这事我还没答应 哎 子澜 乖 乖 别闹 我们楚家家大业大 你想要什么没有 他这么一个穷逼小子 能给你什么幸福 就他这种人 我动动销售指都能碾死他 楚凡 我警告你 别动他 你要是敢动他 我跟你没完 你别逼我 子澜 秦昊 秦昊你别管我 你快跑啊 跑 你以为他今天跑得掉了 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他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 我就让你今天好好看看 他跪地求饶一副窝囊废的样子 你一定记忆犹新吧 我就让你今天好好看看 他跪地求饶一副窝囊废的样子 你一定记忆犹新吧 哼哼 出发 你别太过分 过分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作对了 但是你越反抗 我越觉得有趣 兄弟 下手太轻我会生气的 给我往死里打 是你们逼我的 不要啊 都是猪马还不快上 别过来 你们要是再敢过来 我今天就让你们主子死在我手上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得罪我 楚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秦昊 放过他吧 你叫楚白是吧 以后 你以后要是再敢骚劳死他 别过我 放我 秦昊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秦昊 放了他吧 秦昊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秦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真的会无数 会一点 你总是让我很意外 但我还是担心 楚凡会找你麻烦 你放心 他们不会是我的对手 你不会是什么影视高人吧 我呢 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我才不信呢 楚凡 你今天怎么这么生猛啊 谁惹你生气了 这到手的鸭子飞走了 能不生气吗 这江子兰 我迟早让他屈服在我的胯下 怎么 我还不能满足你 你怎么能跟他一样 我就是想要得到他之后 我再狠狠地抛弃你 不是更让人解气吗 你不是讨厌他吗 是啊 要不我帮帮你吧 他那个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帮你搞定他 你可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美人啊 楚少 这杯我敬你 这次吴家突然撤资 要不是您及时出手 我们陈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几个亿的价目啊 咱们是朋友 这点小忙我还是会帮的 你不是看上那个什么 吴家大小姐了吗 怎么样还顺利吗 甭提了 不知道半路杀出来个叫 秦浩 给家道了 秦浩 怎么 您认识 他不是跟那个什么江子兰在交往 不能啊 我查过他就一臭跑腿呢 江小姐怎么能看上他 那就是没什么背景了 对啊 而且啊 不知道咱俩学的医术到处招有撞骗 那就好办了 怎么样 是不是啊 别有动的 弟弟认识点人 手脚利落 录好视频 我希望看到他跪地求饶的样子 挺一个穷逼 连个女人开房的钱都没有吧 这位小姐 你算什么东西 你要跟我们秦董说话 你说什么 你刚刚叫他什么 这是我们四季酒店的老板秦董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 陈剑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开我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犯法的 犯法 嗯 你想想啊 这个城市 得有多少你这样的人啊 所以说少一个两个 也没什么问题吧 伪装成自杀的话 没人找你吧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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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 不好意思啊 后果 啊 啊 我就希望你这个样 明明都死到临头了 还他妈嘴硬 你说你惹我就算了 啊 你还惹人楚家少爷 人楚家少爷 在北川是什么背景 你不知道吧 人说了 要你五根手指头 人给他表情的放饭桌上 人每天看着吃饭 人说了 要你五根手指头 人给他表情的放饭桌上 人每天看着吃饭 好啊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还这么嘴硬 你怎么这么 啊 你笑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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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笑你没这个本事 让你嘴硬东西的 不让你嘴硬 解释到复杂 受到威胁 是否起步防御模式 是 现在轮到我了吗 有事 奔恩录的 等一下 这个家伙给你们多少 我可以给你们他给的三倍 我怎么相信你的话 知道这是什么吗 金龙卡 没错 所以我比他更有钱 你们想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们 但前提是 把这个家伙给我绑在椅子上面 别听了放屁啊 他就一臭跑腿的 哪来了钱办金龙卡 笨他呀 把这个家伙给我绑在椅子上面 别听了放屁啊 他就一臭跑腿的 哪来了钱办金龙卡 笨他呀 你们忘了 我刚刚是怎么挣脱椅子的吗 嗯 我给钱了 替我办事赶紧的 谁给的都让我去帮谁办事 我给你们五百万 五百万 那可是他给的五倍啊 哎哎哎哎 你们不能临时倒戈 哎哎哎哎 咱以后好好商量 哎哎哎哎 咱能商量一下 哎哎哎哎 咱咱咱咱咱了 急急了 我这个人有仇避包 但也不过分 你抽了我两下 我还你两下 接下来 你們拿钱办事 记得拍得好看一点 让除少啊 好好的欣赏欣赏 钱不会少给你们的 不是再有句话好好说 啊不是不是 rim 呦 是陈剑办事还是可以吗 这么迅速 不是 哥 主上救我 怎么回事 吓我一跳 你他妈谁啊 主上 我呀 陈剑 你得帮帮我呀主上 秦浩 秦董 今天不跑外卖了 赵鹏 你帮我在这开建房间呗 我今晚摘这水 秦董说笑了 这酒店本来就是您的 您想住哪就住哪 这样我给您开个总统套房 秦浩 怎么又是你啊 你也不赖嘛 几天不见 又换了个男人 可不是嘛 现在呀 任何一个男人 可都被你好上几百倍 挺一个穷逼 连个女人开房的钱都没有吧 这位小姐 你算什么东西 这样跟我们秦董说话 你说什么 你刚刚叫他什么 这是我们四季酒店的老板秦董 我觉得你说话注意点 怎么可能啊 我跟他交往那么久 他什么时候这么有钱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飘黄 我有些累了 我先上去休息了 秦浩 你居然无视我 柳芳芳 秦浩 我好像喝醉了 我的脸好烫啊 柳芳芳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开 秦浩 我想通了 我以后一定一心一意地跟你在一起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答应你 秦浩你是不是男人 我嫌你糟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答应你 秦浩你是不是男人 我嫌你糟 是你自己没胆碰我吧 不是你嫌拼爱富在先吗 如果我现在还是一名跑退小哥的话 你还会对我这么殷勤吗 你这种女人 真的让我感到恶心 秦浩 你现在有了点钱 就嚣张了是吧 机会我给你了 是你逼我的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你这是干什么 救命啊 有人非礼我 秦浩 你简直不是人 我们都已经分手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 喂 赵鹏 封锁酒店 谁都别给我放出去 我原本想好聚好散 谁知道你非要自首麻烦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你要干什么 刘芳芳 你是真的蠢 你都知道这酒店是我的 你还在这里陷害我 你觉得你能跑出去吗 秦浩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嚣张了 刘芳芳 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我了 麻烦你搞清楚 刘记者 你们配合刘芳芳演这出戏 他给了你多少钱 秦先生 我不知道这家酒店是您的 我要是知道的话 你借我一百个蛋送 我也不敢惹您啊 把他手机给我砸了 刘记者 你放心 你手机的钱我会赔给你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 谢谢秦先生 谢谢秦先生 刘芳芳 你如果向我道歉 念在旧情分上 我说不定就不止就此事了 如果再行风作浪 真的饶不了你 秦浩 就算我有错 但你也不能这样对我 以前你没有钱的时候 我跟你在一起 一点好处都没捞着 现在你有钱了就这样对我 我两年的青春喂了狗了 我那两年对你如何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在外面赚一万 我花九千花你身上 我还不够对你好 哼 你不要再给自己爱慕虚荣找借口 秦浩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这一次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哼 你不要再给自己爱慕虚荣找借口 秦浩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这一次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说过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没必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这不是警告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不是之前那个秦浩了 秦董 您这是又去跑外卖啊 这几天偷懒都没完成工作 任务完成不了 我怎么抽奖 抽奖 什么抽奖 没事 我先去了 秦董真是个特别的人 我要是有钱 还跑什么外卖呀 您的外卖 yes 今日的任务完成了 看有什么奖励 系统集体 今日任务已送达 获得抽奖机会 还是抽奖 抽奖光 恭喜父母 获得健保能力 健保能力 哟 这不是我们清晨不得了的正月如大戏花吗 怎么 也报上大款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昨天都看到了 你从陈少的车上下来 不是我们清晨不得了的正月如大戏花吗 怎么 也报上大款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昨天都看到了 你从陈少的车上下来 那是我男朋友小五 借别人的车 不是什么陈少的车 你男朋友一个抽送外卖的 怎么可能借得到麦凯伦 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难道是她 不过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谢谢您 小五女朋友 在这装什么清晨呢 不会又被这女男朋友跟陈少联系吧 我可以证明 那辆车 不是什么陈少的 你是谁啊 不会就是她男朋友小五吧 我是借给小五车的 她的朋友 你一个抽送外卖的 开得起豪车吗 当我们都是傻子呢 你就是小五女朋友吧 那我问你们 你有什么证据 能够证明那辆车是什么陈少的 你见过这个陈少吗 这有陈少看得起麦凯伦 那也就是说 你也没见过这个陈少 全凭你自己想象的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造谣一张嘴 澄清跑断腿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车是你的 快给我看看啊 好啊 造谣一张嘴 澄清跑断腿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车是你的 快给我看看啊 好啊 今天开错车了 哎呦 松啊 我看你再怎么装 陈少 您来了 不过你的脸怎么了呀 你不管 先让他摔着呢 怎么了 你看周月如都不要脸 背着他的小男友跟你偷情 还不敢承认 周月如是谁啊 你不认识他吗 秦浩 你怎么在这儿 说 伤好的这么快 陈少 看不过你的送外卖的 臭跑腿的 他说他有脸好车 你给我闭嘴 不是 秦浩 姓妮呢 我不认识他 好吧 这事跟我没关系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好吧 陈少 你怎么了 走 滚了 陈少 你起开 秦斌谢谢你 没关系 应该的 姨姨 秦浩 你给我转了 姨姨 没错 是不是不够 够了够了够了 这钱完全够公司闯过难关了 不过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忘了我拥有 可以调动一百亿资金的黑金卡了吗 这黑金卡 是真的 不然呢 这还能有假的 我是不会骗你的 紫兰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无条件站在你这边 谢谢你 你是唯一一个真心待我的人 从小到大 我爷爷就把我当成棋子 哪里有用就把我摆在哪里 从来都不会考虑我的感受 你也是唯一一个 不会因为我的身份 而敲不起我的人 对了 你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吧 什么宴会 我爷爷的寿宴 秦昊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 秦昊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 这是你这种身份的人能来的地方吗 楚帆 这是我姜家 不是你楚家 我带我自己的男朋友来参加家宴 不关你的事吧 紫兰 你最好想清楚 你们姜家跟我楚家作对 可没什么好处 江子兰 没想到你现在的眼光还是这样啊 穿再昂贵的衣服啊 也遮盖不住你骨子里的俗气 子兰 爷爷 江老爷子 子兰 你怎么把他带了 爷爷 今天我要向大家正式介绍秦昊 他是我江子兰的男朋友 你说什么 吴老 您怎么来了 贤帝寿臣 理应给你祝寿啊 秦昊 你怎么也在这啊 秦先生 你上次救了我 还没给你正式答谢 吴老 这可受不起 明浩 你怎么来了 秦先生 你上次救了我 还没给你正式答谢 吴老 这可受不起 哎 吴老 这是怎么回事啊 秦先生呀 前段时间治好了我的顽疾 让我捡回了一条老命 吴老爷子 你不会再开玩笑吧 就这么一个臭跑腿的 才会医术 你的意思 我这老骨头说谎吗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老爷子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礼物 人生果 这分明就是一堆破烂 这就是地摊货呀 是啊 颜色这么红艳 可能是加了化学剂吧 你啊 这是要吃死人呢 这江老爷子大寿之日 你就送这么一堆破烂 这不是想让江老爷子难堪吗 子莱啊 你真是找了一个好男朋友 够意思 江老爷子生日你都不放在心上 还好意思娶他孙女 赶紧滚蛋吧 来来来 看看 我给江老爷子送的 翻高的名画 是不错 这可是我花了大戏去的 五百万的 这幅画 实验平 这可是我花了大心血淘来的 五百万呢 这幅画 实验平 假画 秦浩 你放屁 这画我花了五百万 从一个败家子手里弄来的 好几个专家都鉴定过 说这是真的 还有那什么 赫赫有名的鬼眼大师 全都说是真的 还估价三百万以上 在你这儿就成了假画了 我要你道歉 立马道歉 是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你个跑腿的懂什么字画 江老爷子不是有名的 古兰兽祖家吗 这画是真实的 让江老爷子争变异 不就清楚 这楚少大名的 竟敢拿燕子的过来 这字画是真的 弟弟道道梵高的作品 秦浩 你见识浅薄 咕噜寡闻的 就不要对古兰兽字画 做评论了 免得被人笑话 江老爷子 您确定这幅画 是真的 是真的 江老爷子 您确定这幅画 是真的 是真的 江老爷子 你干什么 尼龙县 人工合成纤维 是吧 班高春月回来 给你做的话 就算是假的 也比你人生果好一百倍 这人生果好像是 昨天在四季酒店举办的 一年一度 起真一宝拍卖大会上的 压轴宝物 啊 什么 没想到还碰上个识破的 吴雪涵 你不会是故意帮秦浩说话吧 他一个跑腿的 怎么可能拍得起宝物啊 你看 这个江子兰 怎么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男朋友 你也觉得他厉害吗 今天的脸都丢光了 骂他 你也真是的 买个赝品送给老爷子 这不是往枪口上对吗 都怪那个白家子 居然敢骗我 这不是重点 重点啊 是怎么教训这个秦浩 我早就看那个江子兰不惯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等着吧 江子兰 他很快就会成为被专事的一个效果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幅画是假的吗 不拆穿它 是不想得罪楚家 现在倒好 他情好是气消了 可我们江家 就会和楚家交恶了 你有没有想过 把我家跟楚湾那样的人 是叫我往火坑里退吗 从家我就没了爸爸 是爷爷你一手帮我养的 但是 你却一直都在利用我 秦浩 江老爷子似乎不满意 你跟他孙女在一起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倒是希望 你能考虑一下我们雪儿 爷爷 你说什么呢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对秦浩 是有那意思的 感谢吴老厚爱 只是我早已心有所属 再和吴小姐纠缠的话 多少有点不负责任了 但是我相信 吴小姐一定会找到 比我更优秀的男人 但小姐 不好了 老爷他 爷爷他怎么了 老爷他晕倒了 是吗 好了 你爷爷只是气急攻心 现在 也没什么大碍了 你爷爷心脏不太好 还是不要受什么刺激 好叔 爷爷不是一向身体很好的吗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了 大小姐 其实姜老 不是你看的那样 爷爷 都怪我 我不该说他心话 对不起 你和好叔出去玩 我跟秦昊有话说 秦昊 你怎么来了 我是看你 跑腿的事情比较多 一天不跑腿 就得饿肚子 所以才没叫你 毕竟我们今天是AA 怕你消费不起啊 秦昊 你是真心喜欢紫兰对吧 是的 你确定能保护好他吗 秦昊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如果能够完成了 我就同意紫兰和你在一起 什么用 大小姐 喝口水吧 好叔 我问你一句话 爷爷不是一直身体很好的吗 他到底怎么了呀 大小姐 想想你父母意外过世的时候 你爷爷白发人送黑发人 那几年思念沉寂啊 身体早就大不如从前了 整个江家都要他沉着 他不像你看上去那样坚强 他是害怕哪一天 自己撒手人间 留下你一个人 对付不了这世道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给你找个有背景的男人 你是说 爷爷他都是为了我 难道 难道江家 大小姐 你有所不知啊 江家这几年 全靠储家才挺过来的呀 什么 秦董 您这是 怎么 我会自己公司上班 很奇怪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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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鹏 你觉得我穿这套衣服出去谈判 合适吗 非常好 赵鹏无疑 我们酒店 值多少钱 我们酒店怎么也算是北川市最大最豪华的酒店啊 要是我想买一下 楚氏集团旗下的皇后大酒店又需要多少钱啊 您要买下皇后大酒店那起码得三十个亿啊 没有我想象中的难 这样 你去帮我办件事 那些有楚氏集团股份的 股东 从他们手中 把楚家的股份给我买过来 楚家家大业大 买下来得不少钱啊 直接拿着这张卡去银行调动资金 这张卡你应该不陌生吧 黑金卡 楚家也不可能拥有啊 吃到的人也少是又少 秦总放心 我绝对办好 秦总 以后皇后大饭店就是您的了 这样 你帮我把这个转移到一个人名下 秦浩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 也是来参加同学会啊 同学会 哎 彬彬没跟你说吗 这小子又快大事了 走吧 咱们可好久没见了啊 这回可得好好喝两杯啊 哟 这不是秦浩吗 秦浩 你怎么来了 我是看你跑腿的事情比较多 一天不跑腿 就得饿肚子 所以才没叫你 毕竟我们今天是AA 怕你消费不起啊 哎呦 真的是秦浩啊 快让我看看 哎呦 郑老师 已经好多年没见了 您身体还好吗 我很好 倒是秦浩 前几年的聚会你都没参加 现在过得怎么样 对不起张老师 前几年真的是太忙了 一直没能来看您 哈哈哈哈 秦浩 你跑外卖确实是很忙 听说你差点连饭都吃不起了 你要是有困难 就给我们这些同学一个电话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能帮得起的 毕竟 尊严在前面前 不值一提啊 哈哈 出道社会 谁都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嗯 有困难了 别不好意思开口 更不要自卑 我看出来了 同学们还是挺关心你的 有困难 大家能帮就帮 这才能显示出我们同学的情谊嘛 张老师说的是 我也很感谢 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这样吧 这一次聚会的黑友 我包了 秦浩 这个酒店费用可不低啊 你这个 一顿饭可得几个月工资啊 哎 这是秦浩的心意 咱们可不能阻止 对吧 嘿嘿 那是必须的 林彬说的对啊 这么多年没见老师 是该请客啊 哈哈 既然秦浩请客 不敢吃贵一点的话 就太不够意思了 同学们 不要客气 牧原 店里有什么特色菜 对 我们啊 要给秦浩面子 难得他请客 下一回 可不知道在何念何月咯 那个 像什么 生吃暴土之类的 都上一份吧 小伟 林彬 你们明知道秦浩困难 有必要这么 不要 不要 我们简单吃点就行 我对这些山珍海外啊 也没什么兴趣 老师 情报请客 您对他这般客气 是看不起他 这也是看不起 广大做苦力的朋友们 嗯 老师 不用担心 就按他们说的 我一会让服务员 他们这个饭店里 最顶级的美食 全都来上一份 老师 不用担心 就按他们说的 我一会让服务员 他们这个饭店里 最顶级的美食 全都来上一份 行好 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死要面子 吴明 你还是这么讲义气 一会我把银行卡给你 但是里面只有几万块钱 你先用它 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不用担心 我是这家酒店的人事经理 到时候 可以给你打个八折 嘿嘿嘿 行好 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大不了 在这饭店刷盘子结账嘛 对不对 嘿嘿嘿 要不 我明天给你安排个保洁的工作 这样你也不用整天 出去日晒云的了 嘿嘿嘿 不用了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哎 别给脸不要脸啊 秦浩 在这种大酒店工作 那是你的荣幸 有些人啊 想进 还进不了呢 哈哈 请问哪位买单 这边 忘了昨天把金龙卡给烧跑了 怎么 不会是没钱吧 秦浩 你不会是在吹牛吧 还你请客 一个穷逼还喜欢耍面子 嗯 没想到几年没见 秦浩 你变了这么多 这个 我卡忘带了 这样 你去把你们江总叫过来 先生 我们江总可不是谁都能见的 哈哈哈哈 吹牛得有个度吧 江总是谁 皇后大饭店的老板 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啊 对不起 不知道秦先生 你今天大驾光临 我有所怠慢的话 还请您恕罪 今日既然 秦总您在场 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今天就由江某来买这个单吧 江总 你这也太客气了吧 您该的 刚刚您收购了我们酒店 以后您才是老板 江总 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秦浩就是个臭跑腿的 怎么可能收购咱们酒店呢 您经理啊 你怎么能这样跟董事长说话 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干了 江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给秦总道歉 我给秦总道歉 不用了 江总 这些都是同学 没必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精 你先去忙吧 好的 真是出人头地啊 几年不见 没想到你竟然是我这群学生中混得最好的 可以啊 珍藏不漏啊 子兰 你来了 初凡 我就问你一句话 如果我不和你结婚的话 我们江家会怎样 请 我不喝 你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现在可以说了吧 如果你不跟我结婚 你们江家 可能在一夜之间 就都没了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这两年 你们江家的实力大不如前 你一直在搞你那个小公司 你可能不了解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江家有事的 不可能 我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秦浩 秦浩一定可以帮我 秦浩 我没有听错吧 他还能保住你们江家 江子兰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最好想清楚了 否则你们江家就没了 你 你拿下摇 你 是你 逼我 这样 你帮我去办件事 我要一家破车 好 我这就去办 秦浩 秦浩 发生什么事了 你醒了 你不记得了吗 昨天晚上 放开他 秦浩 你也不看看这是哪里 居然赶来我的地盘 也罢 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 我是怎么糟蹋他 楚凡 你要是敢碰他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来人啊 他腿给我打断 我要看他跪迹求饶的样子 楚少爷 你还真是不找气息 你忘了陈建石怎么受伤了吗 秦浩 我杀了你 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药 解药在哪 快点给我 你有种杀了我 我告诉你 没有解药 出发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找你算去比赵的 好热 好热 看来是稳定了 你出发真是个畜生 给他下这么重的药 你的意思是 我昨天被人下药了 那我们岂不是 你放心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我为什么没穿衣服啊 昨天你吐了一身 我让客房小姐姐帮你换的 不是我换的啊 所以 我们昨天 真的什么也没发生 我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等你 准备好了再说吗 楚凡 你打算怎么办啊 那个秦昊这么不好对付 顾兄杀人好像对他也没什么办法 要不咱们换个计划吧 放心 这江家在我们楚家手里跑不掉的 嗯 那个江子兰 好像也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反正 别伤着他 怎么 害怕我伤害你的心事人了 别吃醋嘛 人嘛 总是喜欢挑战 这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得到 等我娶了他 我再狠狠的把他抛弃掉 嗯 居然还想娶他 看我怎么会的 大小姐 不好 秦总 这是那些股东的股权让学术 喂 秦昊 不好了 大小姐被人帮走了 你说什么 我查了天考 有人绑架大小姐 我不敢告诉老爷 怕他撑不住我 好说 你别担心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子兰玩好无缺的带回来 赵鹏 你去查一下这个手机号码的定位 好 子兰 你等等我 怎么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呢 赵鹏鹏鹏鹏 你想干什么 当然 是想毁掉你的清白咯 你 你做梦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无冤无仇 你 你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跟我有仇 我跟你直说了吧 我喜欢厨房 我跟他的关系 比你想象中还要亲密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上学的时候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为什么那群男的都喜欢围着你转 就因为自古 所以你要做违法的事吗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后果 后果就是 明天的头条 就是你江子兰的丑闻 你揉揉 你还敢瞪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他们把你就地正法了 你不就喜欢装清高吗 我就让他们看看 你到底有多骚扰 把相机打开 好好给我录 你没有干什么 你没有干什么 好好照顾照顾他 你没有干什么 放开他 给我上 你为什么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干吗 清晗 清晗 没事 我在 还愣着干吗 给我上啊 我 金蓉蓉你好大的胆子 我们江家大小姐你也敢惹 你们一切给我等着 这件事江家跟你没完 什么你对他做什么 我就是想帮你出口气 谁让你碰他呢 出发 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江家是不会放过我的 蠢货 坏了我的好事 我这都是为了你呀 尹家竟敢动我的孙女 我跟你势不两立 赫赫 去 终断和尹家所有的合作 赫兰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敲戴的 西日无上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阿赫 去 终断和尹家所有的合作 老爷 楚家那边刚刚来电 有意维护一家 楚家出面 这事情变得棘手啊 江老爷子 这件事 就交给我来办吧 你能怎么办 我们江家 跟他们楚家是无法抗衡的 山人自有妙计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子兰一个交代的 秦总 江小姐没事吧 还好我及时赶到 没什么大碍 对了 我黑金卡 是不是也有权利 中断银行的公司业务 据我所知 确实可以 这样 你帮我去干件事 我要一家破车 好 我这就去办 出发 下一个就是你 这样 你帮我去办件事 我要一家破车 好 我这就去办 喂 爸 怎么了 你最近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 什么意思 北川银行旗下所有的公司 都中断和我们的合作 听说是一位 持有金龙卡的人下的命令 公司恐怕撑不下去了 你想想 是不是得罪什么大人物了 难道是 秦号 什么秦号 秦号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 我根本不认识 爸 我好像闯祸了 什么 老爷 一剑带着他女儿过来了 什么 他们还有脸来我们江家 不见 让他们滚回去 老爷 他们已经跪在江家门口了 什么 不见 让他们滚回去 老爷 他们已经跪在江家门口了 什么 呦 林先生 您这是干什么 这大白天在我家门口跪着 我可担受不起 江老爷 都是我娇女乌方 差点酿成大醋 是我该死 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爸 都是我的醋 都是我妒忌 你才干了蠢事 对不起 求求你原谅我们吧 还在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 你放过我们瘾家吧 我也没对你们做过什么 何来放过 是秦浩 秦浩对我们瘾家动手了 我们瘾家要完蛋了 爸 没想到这秦浩还挺有能耐的 现在只有你能救救我们了 求求你了 麻烦我们吧 我知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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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现在只有你能救救我们了 求求你了 帮帮我们吧 我知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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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圣母 既然你犯了错 就应当受罚 这样吧 你自己去警局自首 进去关个几天反省一下 至于你家 不会让秦昊高抬跪手 不过 至于他愿不愿意放过你们 他自己决定 谢谢 谢谢江小姐 谢谢 谢谢江小姐 谢谢 你说什么 你家的事是秦昊弄出来的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秦昊只是一个 普通跑腿的吗 哪有那本事 对呀 我也纳闷呢 不 之前秦昊误打误撞 就是我家他们家老头 你想想啊 北川市除了咱们 主人家最厉害的主人 您说什么 有可能 区区一个吴家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是时候该让江家 急 江老爷子 你来了 交给你的事 办的怎么样了 给 你居然办到了 什么任务 如果你真的想和 你真的想和紫兰在一起 那么 楚家这个障碍 就一定要解决 这么多年 楚家趁着我们江家危机 趁虚而入 我们公司的产业 楚家都有股份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以后能帮到 以后能帮到上子兰 这样的话 我也不建议 你入坠我们江家 入坠 怎么 你不愿意 我不愿意 江老 不过我会向你证明 我秦浩 配得上江子兰 江老爷子 这是当年 楚家从江家夺走的股份 我已经全部帮您收回来了 我的任务 算是顺利完成了吧 街号 是我小瞧你了 秦董 这是楚氏集团联合举办的 股东宴会晴天 地点 就在我们四级酒店举行 这样吧 你周六跟我一起去 我们一起 去看一场好戏 是 楚少 等会儿集团董事会召开 以后江北楚氏集团 继承人必定是你 以后我们陈家 还希望您多多关照 等我上位之后 先把江子兰搞到手 再弄死秦浩 非常感谢 秦浩这场 只有楚少 您能报我报仇了 你坐那边 你上次说的那个地儿 是在哪来着 就是 在那个 他怎么来了 我把他赶出去啊 秦浩 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蛋 他怎么来了 我把他赶出去啊 秦浩 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蛋 怎么 我堂堂阵阵阵进来的 你还想赶我出去 这是人 楚氏集团的股东大会 只有股东能来 你算什么玩意 弄了个假 要引寒就来 你说他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 你有什么评论吗 我说他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 这是我家的地盘 你也敢进来 不要以为你会点身手 我就怕 这也是上流社会 不是你这等下流人士 能进的场所 趁我还没发火 赶紧给我滚 这人谁也没见过呀 应该不是什么股东 有了楚商 那他可惨了 怎么回事 爸 您来了 这家伙冒充股 参加我们集团的股东大会 我找人敢轰出去 你自己看着办吧 别太张扬就行 来莫莱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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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保安 保安 快点啊 把他给我轰出去 轰出去啊 你群废物 愣着干嘛 把他给我轰出去 你们是不是不想干 你们都动了 干嘛 别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四季酒店是楚少年的呢 赵经理 你这话说的 赵经理 我楚某人敢走一个外人的权利 还是有的吧 楚总 您敢外人可以 但您敢我们四季酒店老板 那就不行 你说什么 没想到 他竟然是四季酒店的老板 年纪轻轻 就拥有几百亿的身家 秦豪真的总是出乎我的想象啊 出谋不知 秦董大驾光临 全子无知 还请见谅 无妨 我今天 也是来看看你们这股东大会 能不能顺利召开 除谋不知 秦董大驾光临 全子无知 还请见谅 无妨 希望今天的股东大会 能够顺利召开 刚刚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 放心 一会儿给你准备了个大惊喜 什么惊喜啊 什么以待 楚事集团的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我们将推荐新一任 楚事集团董事长 请股东踊跃投票 这是我们楚事集团的董事长选举 你又算了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秦董收购皇后大饭店 和从各位股东手上买下来的股份的文件 您请过目 什么 你买了44%的股份 怎么可能 楚事集团44%的股份被你买走了 这是我们秦董收购皇后大饭店 和从各位股东手上买下来的股份的文件 您请过目 怎么可能 楚事集团44%的股份被你买走了 不是吧 他这么有钱 能买下这么多股份 我们也就有0.8%的股份 楚家可是有48%的股份 还是楚家说了算 就算被你买走了那有 我们有48%的股份 我们有48%的股份 我们吴家只有楚事集团3%的股份 曾宇晴先生 哎 你说怎么能这样啊 是啊 对啊 之前 秦先生救了我爷爷 分毫不要 这3%的股份 算是报答您的 救命之恩 爸 别慌 尹家还有2%的股份 是支持我们的 即使这样 我们楚家还是占大头 楚事集团还轮不到你做主 我们吴家2%的股份 将支持 秦浩 是这样 我们楚家还是占大头 楚事集团还轮不到你做主 我们吴家2%的股份 将支持 秦浩 什么 吴家 吴家你跟我说清楚 我们楚家平时那么帮你 你现在背后捅我们一刀 楚少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 秦浩的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赢家 我们可不敢得罪啊 我现在持有楚事集团 49%的股份 那楚事 是不是就是我说了算 爸 爸 吴家能有机 都是你这个废物玩出来的 回去贵族无踪吧 吴家能有精力 都是你这个废物玩出来的 回去贵族无踪吧 秦浩 楚凡 你大势已去 你败了 败在了我的手下 不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跑腿的 不要以为你有点钱 就可以狗眼看人低 秦浩 我杀了你 少爷 咱要不走吗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筛收 是不是 不可能 我不可能输给一个跑腿的 不可能 滚吧 秦浩 算你狠 你给我等着 楚少 咱们走 你慢点 各位 今天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江小姐 江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愿意 江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江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们秦总给江家的聘礼 还有皇后大小店 通通都整入你的名下了 这是 江家的产业 没错 秦总走 低调点 秦总 您这 这是又重操就业了 好久没有抛退了 我有点想念 我的超级跑腿系统了 嗯 说了你也不懂 我的人生啊 只有不断的跑腿 才能不断的升级 还有很多惊喜 等着我呢 升 升级 对 好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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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